那现在要来介绍 共备的这个功能 首先呢 先点选我的课程 再到左手边的部分 点选教授课程 并且选择一门 你所开的课程 那在这边点进去之后呢 这里就是你所开的课程 在左手边的列表 滑到下面 有个课堂成员 在课堂成员这边 点进去以后呢 可以看到课堂的成员名单 在课堂成员的列表中 在账号身份 是老师的身份者 就可以在共编栏勾选 并且邀请对方成为 你的共同备课老师 贴心小提醒 在自己的课程中 可以直接把已有的课程成员 提升为共编者 也就是说假如我要邀请 这位867293成为共编者的话 即打勾 并且同意 共同备课功能使用条款 按下确定之后呢 就新增了这笔使用者 成为跟您一起 共同备课的老师哦 假如说想要共编的老师 尚未加入课程的话 在上面的这个蓝色这条中 有个加入成员 点进去之后呢 输入其他教师的账号 再点选新增 就可以加到这个课程中咯 那么传出共同备课的邀请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账号会有什么变化吧 到这个页面呢 就是刚刚邀请的共同备课老师 那在这个小铃铛的地方 有一个课程被提升权限为共编者 点进去之后 你就是这堂课的共编老师咯 共编的课程要在哪边看呢 首先点选我的课程 之后呢 再点选左边这栏的教授课程 并且在这里 中间的部分可以看到三个 那点选中间的共备 就会到共同备课的老师 点选进去以后 就可以一起编辑课程咯 那接下来呢 将跟大家分享 开课者、共备者 还有助教三者之间的权限差异 除了开课者以外 共编者和助教 在复制课程的时候 都要由开课者主动去开放 才可以复制课程哦 那共编者比助教多了几个功能 分别是编辑课程大纲 章节与素材 还有可以审核成员 还有调整成员的权限 那以上就是关于共同备课的分享哦